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浩子 歡迎來到我們這次一個全新的系列 就是我們要來介紹就是 個人覺得非常實用 而且我自己也一直在使用 或者是一些很特別的 很奇怪的免費的Plugin 那我們今天的主角呢 是一台個人覺得不應該免費的Plugin 然後他叫做Vahara的Supermassive 他是一台Delay 然後也是一台Revert 然後個人覺得非常的酷 所以在這邊再介紹給各位 那在正式開始介紹之前呢 先讓小弟打一下廣告 就是關於小弟製作的 好奇音樂的Large Pro 還有ElptonLive的課程 在這邊各位已經可以看到了 已經現在已經將近100個小時的課程了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有需要的話 可以到我們好奇音樂的官方網站 參考一下 好那同時也歡迎各位 加入好奇音樂的VIP 然後稍微說明一下 裡面有一系列的Large Pro的音樂製作課程 那ElptonLive之後也會上市 然後這邊 目前已經有四首的Large Pro的音樂製作課程 在這邊 那這邊四首單曲我也已經發行了 那各位如果想要聽聽看這些作品的話 也可以連結放在影片的描述中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開始我們這一次的主角 要來介紹Vahara的Supermassive 然後我也會同時稍微做一些簡單的解說 讓各位可以在下載之後呢 可以比較快速的進入狀況 好 這是Vahara的Supermassive 那我們先把它關掉 然後各位先聽聽看我目前的 鋼琴的音色 這是單純的鋼琴音色 OK 那我們打開它 然後目前的設定是 當你第一次安裝完 然後打開後的預設設定 所以你聽聽看 你會馬上聽到Delay的效果 然後我覺得是非常好聽的Delay啦 OK 好那我們現在來針對這台效果器 來做一下介紹 基本上有一些常見的Delay的參數 比如說Mix 開到0的話 現在效果器就不起作用 百分之百的話 你就只會聽到Delay的聲音 有沒有 沒有問題 再來是寬度 寬度的話 基本上就是譬如說 我現在Mix開到百分之百 然後寬度開到百分之百的話 你 我們的Delay的聲音就是 左右兩邊 就會有比較寬的感覺 有沒有 那如果開到中間的話 你會聽到我們的Delay 就變成Mono 各位看到我們的相位 這邊已經是Mono的狀態了 好 那如果是開到-100的話 我們的Delay的聲音 就會變成 玩算是比較像接近反向 有沒有 好 那我們就回到百分之百 好 然後再來這邊就是可以調整我們的Delay時間 Delay的時間就是 第一個是可以用毫秒 300毫秒 這邊你可以調整從0到2000毫秒 就是兩秒鐘 然後你也有不同的時間的格式可以切換 譬如說音符的 16幾分之幾音符的 或者是幾分之幾的負點音符 或者是Triplet 好 所以其實你的調整方式其實蠻多元的 好 然後這是Delay的時間 然後這邊有個Clear 當我們的Delay 你覺得太吵的話 你可以按掉 會馬上把這些Delay效果全部中斷掉 然後我覺得最特別的就是這一顆的Warp 鈕 這顆鈕呢 當你旋轉上去之後呢 我們原本的 譬如說 我舉例原本的四分之一好 原本的四分之一的Delay時間 會開始以四分之一為基礎 開始隨機出現不同的時間長短 所以到最後會密密麻麻的變成 有點類似快要變revert的狀態 好 但是不一定要看你的模式是什麼 但是我們等一下 先讓各位聽到笑魂就知道 這是沒有的 我覺得我們把Mix開到一半好 點亮下去50% 好 好就是現在是這樣子 然後如果我們把Warp 打開到一半 各位已經聽到有點像是revert的狀態了嘛 那再開到百分之百 revert OK 但是實際上的效果原理是 你後面出現的所有的Delay的效果都是以不同的時間出現 好 那你也可以做有趣的效果 譬如說 有沒有 非常酷 然後按clear就關掉 好 那再來是feedback feedback 基本上就是很常見的Delay的參數很重要 因為你可以控制你Delay要就是出持續的重複出現多久 好 那現在是50% 如果開到百分之百的話 你就會聽到 他會不斷的一直重複 而且是不會停的 那這個時候 各位就知道這個效果的用意了吧 對 這個旋鈕的用意 好他就開始 持續的不斷的 不會停下來 然後按clear 就可以關掉 好 這是feedback 那density我們等一下再說 然後我們再先介紹後面這邊 這邊有一個modulation 他可以控制你的Delay 就是我們後面出現Delay的這個效果 你可以讓他有一點chorus的感覺 那chorus通常最基本的兩個參數就是 程度跟速率 那這個 我們聽聽看 我們開到百分之百 這樣可以聽到Delay的聲音 現在是有的有沒有 然後所以我們抵抵還蠻美的 然後如果把它depth關掉 好這樣的話這個modulation就沒有作用了 他就是很單純我原本的鋼琴聲音 好你就可以非常直覺的 純粹的鋼琴聲音 他就是 你彈什麼他就會重複什麼一模一樣的聲音 好那如果把它開到50% 你就會發現我們delay變得比較美 會有一點點chorus的感覺 那如果你的rate開到很高的話 你就會聽到 更明顯的效果有沒有 後面尾音會開始 顫抖 程度開到百分之百 就會更明顯 我們的尾音就開始 抖來抖去的 好這就是modulation 所以實際上你還是可以做一些有趣的音效 讓我們把它關掉 點兩下可以還原到他的預設值 這邊點兩下就是50% 好然後再來是他附了一個EQ 這個EQ可以讓你 過濾掉高頻 以及過濾掉低頻 譬如說我們現在低頻在 假設開到320好了 他就會幫你把320以下的低頻的頻率全部過濾掉 那這個過濾的內容是你的delay的效果的頻率 譬如說高音也是一樣 這邊高頻 我想要我的delay不要那麼多刺耳好了 那我就可以大概 1K 1.8K 然後我可以避掉一些中低頻 然後也許是400 那我的delay就會 聽起來就會 變得比較單薄一點 但是也變得比較清楚了 然後我們可以這樣 MIX開到50 然後如果我希望我delay很溫暖 那我甚至可以不要 過濾掉低頻 我就高頻再少一點 有沒有 然後MIX開到100% 我們按聽看看誇張一點的狀態是 變得很溫暖的效果 可是如果開太多的話 我們的高音的delay的效果 就會非常不明顯 所以就看情況使用 好 這邊有兩個可以讓你調整EQ的 好 然後最後來介紹這個 我覺得是蠻特別的一個旋鈕參數 這叫Density 它是在就是讓你可以把你的delay的密度 變得越來越誇張 那下面就會有說明 基本上 講到這邊剛好全部講完了嘛 就是所有的旋鈕快要講完 這最後一個 那基本上你的滑鼠移到任何的地方 它下面就會出現相對的說明 有沒有 Warp 然後Density 那Density這邊就有說明就是 0%的時候就是非常分散的delay效果 就是Echoes 那這個所謂的非常分散就是 也許你的delay 從譬如說我的鋼琴高音可能是在右邊 那你的delay就會從右邊出來 那我低音的話可能是在左邊 那我的 這個還不夠低 那我的低音可能就會從比較偏左邊的地方 Delay就會出來 當你這個密度開大的時候的時候 你的delay的密度就會變得越來越密集 這個時候 原本右邊的delay可能會從右邊出現跑到左邊 然後會越來越複雜 按照你的程度開啟 所以我們開到了50%的時候 各位聽聽看喔 我現在高音 好像沒有那麼明顯對不對 可是我彈下去 後面已經重複出現 然後我們彈50% 我的密度已經不一樣了有沒有 我的delay越來越密集 然後這邊關掉 這就好像呆呆的 雖然它 持續出現了 可是就是直直的出現 可是如果把密度開大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的delay會跑來跑去 有沒有 然後如果開到最大 然後 關掉 然後再一次 非常好聽的一個delay 然後這個時候加上我們的warp 然後feedback開大一點 好 所以這個選擇基本上可以 可以拿來畫automation 做一些非常有趣的音效 好 到這邊是基本的這個介面解說 所以各位如果下載下來的話 應該可以比較快速的上手 如果你很喜歡這台效果器的話 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這台 效果器最特別的地方 基本上它不只是一台delay 它是有好多台delay 或者是加上好多台revert的效果 雖然這個warp打開到最大 就會可能會有revert的效果 可是它還是有一些 模式是讓你可以切到revert的 好 那我們這邊先還原到 這樣子 好 所謂的好多台意思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模式 各位看到它這邊是寫 GEMANY對不對 那如果我的滑鼠移到這邊 這個有時候出現的內容 出現的詞跡會不太一樣 像現在這邊就有解說 這個字 單字會對到下面 這邊有出現了 現在這個模式叫做GEMANY 它是single echo 單一的echos 就是單一的delay 然後高密度的效果 它原本的狀態就是這樣 可是如果我切到別的模式 這邊有這麼多模式 最後兩個是3.0版才更新出來的 這邊有那麼多模式 像這個hydro 它就是double的 double echo 所以如果我們先聽一下 GEMANY 我彈一個dol 是這樣子 那我切到下一個模式 我再彈一個dol 它變 是不一樣 而且會有輕重 所以就看你的需求 而且這個模式就還蠻好聽的 會有一個律動感 那如果是原本的GEMANY 的話就是很單純 就是 不一定 這個有時候 我反而覺得如果彈一些 比較複雜的rpeggio的時候 這個就會有律動感 有沒有 會有輕重的感覺 好 然後再來 往下看 譬如是這邊 這邊也會解釋 有沒有 就是repeating echoes become long reverb 好 這會變成長的reverb 如果我們把它開到 repeat開大一點 好 就慢慢慢慢的延伸出去 變成reverb 有沒有 所以它的模式 它每一個模式都不一樣 所以各位可以 玩玩看 我覺得非常的實用 因為這一台就有好多種 效果可以創造出來 然後譬如說 我們來介紹 我們再隨便隨機幾個 long的pre-delay 這個時候這個聲音 就又完全不一樣 有沒有 好 這個時候呢 有一些模式會 根據你現在選的 也許你現在希望是四分之一音符 可是有些模式聽起來就不像是四分之一音符 所以你必須要做一下實驗 然後比較一下 找到最適合你自己的 或者是你最喜歡的音色 好大概是這樣 這邊有很多模式可以讓各位選 然後 不好意思 然後我們影片最後我們來介紹一下個人蠻喜歡的幾個新的pre-set 這邊是官方的pre-set有非常多 然後你光reverb這邊就有好多pre-set 然後我們來介紹一下 那這邊2023 Leo 有一個Bloom Ensemble 這個 當你聽到就覺得非常漂亮 因為它是一個長的配的效果 譬如說 我們開長一點好了 然後我甚至還可以用warp做效果 有沒有 好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我覺得也很酷的預設的效果 我們這個關掉 就是預設的pre-set 譬如說它有 Cassetto的reverb 我覺得也非常酷 我們可以mix 就是 好 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這台reverb推薦給各位 然後各位可以到它的官方網站下載 然後我會把連結也一併附在影片的描述中 然後稍微補充一件事 就是當你第一次打開它的時候呢 基本上它的 預設的狀態是這個樣子 然後它叫做pre-set是default 但是這個default 這個pre-set沒有出現在 就是 它沒有幫你存起來 也就是說你沒有辦法 不管從你用什麼daw 都沒有辦法還原找到這個pre-set 所以我又另外存了一個 user的pre-set在這邊 所以如果我要還原到 基本的狀態 我就點到這邊 好 就看你的需求 因為我自己有遇到這個狀況 有時候我會想要從default開始挑 因為 這是最一開始的設定嘛 然後是最簡單的模式 OK 大概是這樣 然後介紹給各位 然後 就下一次見 好 掰掰